12年国教明年就要上路 但是排复门槛惹争议 国民党团18号讨论了三个小时之后 获得了共识 确定以加户年所得148万元为基准 没有超过这个标准的高一学生 就不用缴学费 前一天行政院长江仪化亲自出马 向蓝营立委说明12年国教政策 并再度为政策转弯致歉 12年国教排复政策门槛终于排版定案 排复门槛定出148万元 是台北市承购国宅的标准 没有超过这个基准的高一生 就不用缴学费 受惠人数大约有65万多人 预计涵盖76%的家庭 一旦通过一年可以替国库 省下25.2亿元 他觉得说转弯的就是两大点 第一个钱真人紧 不管10亿20亿30亿都非常紧 那第二个 这个对于如果全面美学会 对高职的发展是很大的伤害 这点讲的他蛮感动的 所以他中间前前后后就有表示千里 确实表达说让各位委员产生很大困扰 他实在是非常的抱歉 目前大方向就是148万 不会再改了吧 应该不会 依照立法院国民党团目前做的这个决定 五年内大概有137.7亿的一个 多可以省下来的钱 可以用来做高中值的优质化 国民党团和教育部打包票 排布的门槛不再改变 还说会拿这笔经费加强高中值教育 但是在野党立委不以为然 马总统是国家元首 君子一言祭出四马难追 他已经把政策定下来了 行政院断无全力去修正这样的一个 排布条款 相对的节省的经费 不过区区数十亿 这个实在在整个国家的施政的比例上 不成体力却造成国家威信的丧失 在任立委提出质疑 工党内部仍有不同的杂音 十二年国家的排布门槛 究竟能不能够顺利成案 恐怕还得经过一番角力 新唐人亚特电视综合报道